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以赛亚书第66章 也就是这卷书的最后一章 有人说以赛亚书好像圣经中的圣经 因为它有66章 而整卷的圣经有66卷 我们用这两个多月来阅读以赛亚书 我想我们当中都能够感受到那一种的丰富 除了它横夸一个很长的年代 它其实里面的内容也相当的丰富 从这个被褥时期到应许回归 到在回归过后所面对的挑战 一直展望到新天新地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的幅度 那个跨越的幅度 是非常的不简单的 但愿我们能够有机会 在继续阅读这卷书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有机会再读过一次的 那么我们盼望能够从更深入的角度 来去再看看更深刻的去领受这卷书 那丰富的内容 明天开始我们就会阅读新约的路加福音 让大家转一转 从这两个月来读先知书 再次回到读福音书 我相信上帝的话语能够继续对我们来说话 在这一卷书的最后一章第66章 我就从几个角度跟大家来做一点点的反思 在第66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上帝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能为我造怎么样的殿雨 哪里是我所安歇之处呢 这一切天地都是我所造的 这一切都存在了 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主宰 天跟地都是他的 不单单是现在天地是他的 新天新地也是他应许要再造的 对我姐妹 面对一位这样子伟大的上帝 我们拿到什么东西来到上帝的面前呢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用什么来讨他的喜悦呢 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我们的财富吗 我们的恩赐吗 或者是我们所做的事工 这一切能够在神的面前有所夸耀吗 我们能够对主说 主啊你很伟大 但我们也不是很差 也做了某一些的东西 是如此吗 这样伟大的神 我们要拿什么东西呈现在他的面前 才能够满足他呢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以为说 我们需要做这个做那个 把很多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 那上帝的心意就满足了 其实回到 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 很出了意表的 上帝说他看过的是什么 第二节的下半节 我所看过的是困苦灵里面的痛悔 我们想到八福里面主书说的 那心灵贫穷的有福量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我的言语而占经 就是对上帝感到敬畏 对上帝的吩咐 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命令 感到要顺服的 上帝说这一些是他所看过的 感谢主在天国的福音里头 其实主刚刚我们看到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没有办法在他的面前呈现什么礼物 是我们自己而来 而又能够讨他喜悦 能够荣耀他的 没有 我们所做的都是他给的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从神而来 而上帝要我们的 并不是要还多少 而是我们怎么样的 在他面前 以他为我们的中心 以他为我们所爱 敬畏他 侍奉他 遵行他的道 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带着痛悔的心 带着一颗依靠仰望上帝的心 他必然会帮助我们 他必然在前头要带领我们 要与我们同走同行 迎我们去到他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 这个新天新地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在经文当中也提到 这是上帝对付罪恶 上帝始终 到最后罪恶没有办法在上帝的面前 能够站立得住 经文其实好多处都有 在监中有提到 但我想 更清楚的是第15到第17节 圣经说 上帝要从火中降临 他的战车好像暴风 他的列路 以列路来施行他的报应 以火焰来施行他的责罚 上帝要去审判那血肉之躯 这一个17节讲说 那些洁净自己献给偶像 他非常讽刺 把自己分别出来 但是是献给了偶像 进入圈内 吃猪肉 鼠肉 可争之物的 都要一同的灭绝 当然这里指的不是那一个肉体的食物 而是指一种在敬拜礼仪当中被上帝看为不洁的这种东西 在这一些上帝分别出来的事上 人却干犯 人却得罪神 上帝说他要审判这一些的恶人 那些不以上帝 不尊上帝为大 不以上帝为中心的 夸耀自己的 自私的 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意念 来去制造自己小王国的 有一天 上帝要对付罪恶 要对付这一种的罪恶 这是新天新地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面向 上帝看顾痛悔的人 上帝要对付罪恶 然后呢 让我们看到上帝要复兴耶路撒冷 新天新地 或者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 是上帝要复兴的 而这个耶路撒冷 并不是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 上帝要有新的耶路撒冷 从天而降 一个属于万国万民 敬畏上帝 服侍上帝之初 经文怎么提到呢 在第十到第十四节 特别提到说 你们爱耶路撒冷的 与他一同欢喜 要为他而高兴 因为上帝要把耶路撒冷 一个成为废墟 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地方 把它转成 一个能够祝福万国万民之处 在经文当中提到许多好像 俘虏小孩的这种的喂奶 这种的图像 再次让我们看到 耶路撒冷要成为供应 要成为祝福万国万民之处 这是上帝的心意 这是上帝的计划 对象姐妹在新天新地当中 痛悔的人 上帝对付罪恶 而且上帝所看重的这个新耶路撒冷 这个圣城 这个与上帝同在之处 要成为祝福万民之处 感谢赞美主 但愿我们都在这种的福气当中有份 但愿我们都是谦卑自己 寻求上帝的人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谦卑我们自己 来到祢的使恩座前 借着耶稣所成就伟大的救恩 我们与祢亲近 我们一生走在祢的道路当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